这被子第一个用水浇的朋友 只有一两个酒量 需要请客怎么办 教给你一个方法 首先准备一个酒杯 然后呢准备一个大杯 大杯要很夸张 如果没有大杯整酒壶怎么做 一上来就跟领导讲 我不能喝酒酒量非常差 但是前提是记住了 一定是你酒精神 这些东西不过敏的情况下 所以呢我今天准备了两个杯子 一杯是跟您一样的小杯 我准备放白开水 第一个这又是一杯 这杯酒我成酒 我每喝一杯白水 我会每倒一杯白酒 是跟您一样的量 所以我不欠您酒 但是呢我又想在不喝多之前 听您说跟您聊 然后您看这儿是一个大杯 我每次的小杯 要把它倒到大杯里面去 每次的小杯跟您干一杯 我白水喝一杯 然后这杯我会倒满 放到大杯里面去 我会攒着 然后今天您喝开心了 您也喝好了 咱们这顿饭也吃完了 我会把那大杯里面的所有酒 干掉 然后找人送我喝酒 不欠您一滴酒 但是想陪您喝 只能这样 大杯是我的真心真意 小杯是我的真情实感 两杯酒配在一起 只跟您在一起的美好时候 希望您能够接受的这种喝法 就是你看他感动不感动 你看他记不记你一辈子 你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你无非就是最后喝完了睡觉嘛 但是诚意要送到啊 这个气氛要到啊 而且你每一次这样做 对方都会觉得这个人会做人 会办事 有灰根 谁不愿意跟你交朋友 没有人不愿意替你交朋友 而且碰到一个讲究的人就说 你只喝水不用喝酒 今天你就拿水陪我 未来永远拿水陪我 如果等哪天我实在高兴了 咱们再喝酒 行吧 教你这个朋友 这辈子第一个用水浇的朋友 今天的课程我希望大家记住 人生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当你遇到了问题以后 两个字问谁 你的高度 你的速度 你的温度 都取决于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问谁 只要你问对了 事半功倍 问错了 全军覆